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唱得怎么样 人做得不错 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就想着 不上班可以 但不赚钱不行 所以晚上做音乐 白天找了一个运动品牌的兼职 相信大家从我这个气质应该能看出来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就是女装的这一层 主要是 普通女装的那一层 所以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录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拖了一个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 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哎 小伙子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 才三千多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 没有买房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哎呦 天天吃外面怎么活得下去 他就走掉了你知道吗 他又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这些阿姨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我死了没有 要有一天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觉得过来说 啊 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 他就是车外卖车死的呀 要么就是要 eş 要么就是租房子堵死的 要么可能是穷死的 不然就干了两月不干了 发现三千多的上海确实活不下去 就来做了这个脱口秀 还不如那个呢 干脱口秀也两年了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两年一直有一个事很困扰我 这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问自己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帅哥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帅 我只知道自己长得不丑 当我干了这行之后发现 干脱口秀你只要长得不丑 那你就是帅 带着这个疑惑 我去问了我们的公司一个女同事 她说我们之前早就讨论过 你不属于那种五官帅的帅哥 你属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 氛围感帅哥 我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这张脸上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帅了 我的帅需要这么一个生僻的氛围 作为我帅的定语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氛围这个词了 我上次听到氛围这个词 还是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说戒堂课氛围两个部分 氛围两个部分 这是我上次就听到氛围这个词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做透口秀其实很累 不管是线下演出 还是这种录节目 其实这种录节目真的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高强度的说话 导致每次录制完都是一个 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在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下 碰到一个特别想跟你说话的 网约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甚至从上车他说的第一句话 你就知道完了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我就碰到这么一个 从上车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完了 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尾号2118 哎呀 2118 送你回家 多大岁数啊 我看你也就三十出头吧 我当时太累了 我只想敷衍一下 我说嗯 对 哦 那你们在这个片场是拍电影的是吧 我说是 对 哦 娱乐圈啊 娱乐圈水深啊 千万小心哦 但是赚的肯定不少 那不像我们 一个月累死累活了 才两万多块钱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素未蒙面就能戳到我的痛处 我沉默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这两万多块钱 哪里还算钱啊 你说说 刚才郊区买个房 车贷房贷一还 就剩一万多了 一万多够谁花的呀 够你花吗 对不对 对的 来 嗯 嗯 嗯 真的 大哥吸着一下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说什么了 我满脑子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没有经过这么一天 辛苦的录制 我在全盛时期 能不能跟他聊个五五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聊不过他 他比我还莫名其妙 我就在想 全上海到底有没有 一个人能治得住他 我只想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是一个 运动品牌门口的订单 上来一个拖着 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上车之后 司机没说话 阿姨先说话了 小伙子你开这个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们一个月就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怎么活得下去的 两万多块钱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刚在郊区买个房 哎呦 这郊区怎么活得下去呢 那郊区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们一般就是 哦呀你天天吃 这怎么活得 你哪怕吃点外卖的 你哪怕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OK的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最近讲 就是讲我最近发生的一些小事情吧 就是我最近不知道 是我这个人就是 准备这个比赛压力太大 还是我就是单纯的 单身时间太久 我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梦 我最近经常梦到 我初中喜欢的一个男生 而且这个梦真的非常诡异 就是因为这个男生 高中就转学了 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所以在梦里 就是我一个27岁的女青年 和一个16岁的高中生 而且你们知道 我在梦里干什么吗 我们在梦里写作业 我们甚至约好了 写完作业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太开心了 我说你看电影 我看你就可以了 但是我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已经27岁了 很明显 我是不可能会做高中的题目的 所以我所有的梦 都会卡在 余弦定理那一步 我昨天在山阳看这段 就超级好 感觉很多观众 应该听不懂 什么是余弦定理了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真的我做了好几次 这样子的梦之后 我决定我要去 学会余弦定理 我要去学了 你们知道我学会 那天晚上有多自信吗 我躺在床上 我想A方等于B方 加C方 且2比C可算一α 没有人可以难得倒我了 我自信地睡去 结果那天晚上 数学老师没有布置作业 只有一个带负电盒的电子 说他要切割此感线 我说你切割的是此感线吗 你切割的是我的爱情 我感觉我们这个社会 现在就是对年龄 真的太焦虑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特别害怕变老 因为我不知道 我老了之后会什么样子 但自从我来了上海之后 我认识了一些 这个城市的阿姨 我感觉我的人生就开阔了 真的我太喜欢他们了 我一次去个便利店 里面的营业员 也是一位阿姨 因为阿姨就跟我一样 很明显就不太喜欢工作 因为她不想跟我 多说任何一句话 但是她也没有直接不理我 她只是在说话的时候 用了一些小小的技巧 我进去之后 就看了那个价格表 就问阿姨 我说阿姨 这个蛋黄粽子 只有蛋黄吗 阿姨看了我眼 她说哎哟 那这个里面 肯定也有糯米的样 我当时就被控制住了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阿姨 我说她是太愚蠢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粽子里有糯米呢 真的 我现在真的是 太喜欢这些阿姨了 我现在甚至有时候 我在面对 我人生的一些困境的时候 我都会忍不住 模仿这些阿姨 就我现在还在上班嘛 我公司有个同事 就特别会说话 我经常吃他的亏 就前段时间 我们公司内部有个面试 我跟他一块去 结果是去了之后 就是我进了 他没有进 他就不是很服气嘛 就过来跟我阴阳怪气 他说恭喜你啊 哎 你进了会议室之后 都跟领导说了些什么呀 就卖萌啊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对 有些男观众 应该是听不懂的 我觉得 多 前提太多了 就他这句话 其实很厉害 他一方面 首先否定了 我的工作能力 他觉得我肯定不是靠 实力镜的这个面试 另一方面 他又否定了我的长相 他觉得 以我这个外在条件 对领导卖萌 就是我能做的 最过分的事情 我当时真的非常生气 我真的非常生气 但是我毕竟跟阿姨 学了一些技巧 我是不可能轻易地 拜下阵来的 他不是问我吗 你都给领导说了些什么呀 就卖萌啊 我当时也看了他一眼 我说 哎呦 那我进去之后 肯定也要 自我介绍的呀 谢谢大家